不要 不要 阿絮 希望有人算什么本事 有种冲我来 阿絮 救救我 你报告他 抓住 阿絮 签了这份地产转让协议 我就放了你的女人 不然的话 这屋子里有多少人 我就给你带 多少顶绿毛主 不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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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我看得上你方顶村那点破地方 那他们是你的荣幸 合同签了 打款 没事了 你为什么这么多 老许 你还真是傻的可爱 方沐 现在是我的女 为什么 我可警告你啊 你要是再敢看我女朋友一眼 我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赞扶财 走 去后 将冲 数值将冲施 割下点值一万倍 高兴营成为幸福 金色总裁货工厂一万倍 割下变值正式开始 老理 老理 老韩 老 què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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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妹妮喝一杯啊啊 你干嘛呢 打他 不用了 发财了发财了 房子车子都有了 哎 你们想干嘛 没看到人家姑娘说不愿意啊 干嘛 想英雄救你啊 我那不太烦了 都会呀 道歉 道歉 还是 哎 安大小姐 在我的酒吧里闹声不合适吧 在我的酒吧里闹声不合适吧 要不是看在深夜的面子上 他们两个 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你是 安氏集团的安大小姐 安小姐 是我有眼不识的爱山 您带着打量 深夜 是这小子先动的手 对不起 深夜 兄弟 这点钱 就当赔医药费 如果不够 就 这钱你敢收吗 不敢 不敢不敢不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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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旭 你还叫房租了 我知道你在里面 给我开门 林姐 准备好现金了吗 别再跟我说 转账等两天再缓缓 老娘今天 必须把房租给收了 林姐 我当然准备好了 就知道您这两天要来 提前几天就备好了 算你小子懂事 下月啊开始涨房租 别这么看着我 就涨这么多 你要是再敢拖欠房租 我就直接让你走人 不是 林姐 生活不易啊 户价年年长 户价越来越难成 上 小薛 可以啊 你真是中大奖了 我求这么多 小薛 咱们都是自己人 晚两个月 早两个月招房租都没事 水电费 姐别担算了 姐给你凑个枕 这些就算是两年的房租了 姐走了 林姐 什么情况 这老娘们怎么转性啊 该不会 是她都更的美色 喂 童鞠 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好好好 你可算来了 徐月我到了 先进去了 同学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 几十个客户集体投诉你知不知道 董事长因为这件事要来公司处理你 这个项目的奖金你就别瞎了 好好想想怎么弥补公司的损失 这项目上的事情都是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如果您执意要让我扛来的话 我只能辞职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这次公司的损失 你要全额赔偿 这次你们的损失由安氏承担 说过你可以辞职了吗 我 你干什么你 好 这么多钱 你们才是十个阵的公司了 兄弟们 走了 这样的事 我炒他鱿鱼了 黄旭 你的钱还没拿走 就这么点小心 根本不舍得我万有 黄旭 你可不能辞职啊 公司需要你啊 是需要处理我们的 哪里是处理您 您听错了 是公司的事需要您处理 只要您留下 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要我留下也可以 他怎么 你现在可以去财务室 办理理职手续了 从现在开始 你的工作由彭旭负责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可不能开除我呀 我上有老下有小 彭旭 不不 彭总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之前的事情确实是我不对 哎呀 闭嘴 我不想听你废话 彭总 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你好 我是安氏集团的安晴 很高兴 再次见面 是你 彭先生 你好 今天晚上 有场慈善拍卖会 你有空一起参加吗 拍卖会 我去 合适吗 没事 没有想买的 也可以参观下吗 那好 我晚上见 强哥 去的拍卖会 给默默带好东西 到时候带你一起去 想要什么 直接说 全给你买 先生你好 出师邀请函 邀请函 恒旭 瞅瞅 这是什么 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 恒旭 你穿一身地摊货 也敢跑这儿来毒 死心吧 现在的我是你高攀不起 看你现在的样子 活脱脱一屌丝 滚吧 多看你 我都觉得恶心 老王 你们这安保工作 做得不合格呀 这怎么阿猫阿狗 都敢随便放开 这要是丢了东西 你可赔不起 彭先生 您是丢了什么东西吗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 我是在找 安晴的名片 我不是说让你把这些阿猫阿狗都给我赶出去吗 彭先生是安小姐的贵客 安晴 你瞧瞧他 像不像安晴的一条舔狗 彭旭 没想到你现在这么会舔人了 那好 我今天就要看看 你是怎么像狗一样 舔干净的高跟鞋 舔吧 舔吧 舔完了 我就放你进去 你舔 既然你这么会舔 那你顺便把我的也给我舔舔 我告诉你 就算你进了安室 就算你是一条好情侣 但是狗永远都是狗 你 我一句话立马让你滚蛋 住手 住手 黄小姐 彭旭先生是我邀请的 怎么 不行吗 当然可以 安晴小姐可以邀请任何人 哦 既然这么说 哪轮得到你说三到四 怎么 你们李家 把家伯拍卖行 都给收了 说笑了 我只是没有想到 这高伦的安大小姐身边 竟然有条狗 你说什么刚才 彭旭先生 是我重要的朋友 哪像你 就每隔两三天 就换一个女 那我就祝安大小姐今天晚上 得偿所观 那我就祝安大小姐今天晚上能得偿所观 今天晚上有件拍品是我母亲的遗物 多年前不善丢失 听说拍成了今天的压咒 今天的压咒拍品 帝王玻璃肿 翡翠绿手镯 体拍价两百 每次最低加价二十 就是拍这个手镯吗 两百 这么便宜 这些友情人真会玩 二百 二百二 强哥 好漂亮的手镯 要是你给我拿下这个手镯 你想干什么都行 把那个什么去掉 干 行吗 把那个什么去掉 干 行吗 干 行 那就为我的小宝贝拿下这个手镯 强哥真好 二百四 二百六 二百八 这个手镯 三百 之前多少钱 三百二 好像三百 三百四 但那是二十年前了 现在肯定胜值了 有钱人的世界真不多 为什么想三百人的手镯 三百六一次 三百六两次 三百八 强哥 你给我拿下那个手镯 你想干什么都行 三百八一次 三百八两次 四百 四百一次 怎么了 最近公司资金链有些紧张 还是算了吧 四百两次 四百两次 才四百块钱而已 四百三次 哎呀 橘 没事橘 五百一千 一千一次 一千两次 一千三次 一千三次 重交 我要动 动作 有人恶意竞争 我要求燕姿 李先生 请您遵守拍卖秩序 我来给他担保 你是他什么人 凭什么给他担保 我要求燕姿 这是我的权利 现在 我付现金可以吗 神爷 这不容易 李强先生 现在你满意了吗 但是建议你今天的请 李家以后永久禁止进我的那 现在 请您离开 为什么 就为了这个穷鬼 李先生 请您现在立刻离开 不要让我再说第三遍 强哥 都因为你这个借货 先生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五号款 你就是酒吧的深野 王先生 建议我说话 你知道这枚硬币的购买力吗 一根冰棒 你有多久没购物了 怎么了 我昨天刚购置了一台电脑 这么说 就是今天零点开始的 什么零点开始的 你看看你卖的电脑现在多少钱 奇猛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回事 就是你看到的 货币的基数变了 你认为 最小的货币值是多少 一分 这次要是一万倍吗 不是 师爷 这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最小的货币值是一丝 一百丝等于一毫 一百毫才是一分 现在这些才是最常用的 今天凌晨你在酒吧 用的百元超币纸巾 并非是通用货币啊 可 可是 剩下的 你就自己领悟吧 但是我提醒你 低调一点 小旭啊 清醒他妈走得早 那会儿他还小 小旭以后就要靠你照顾了 爸 我请彭旭在外面吃饭就好了 你干嘛要来他来家里 彭旭 我爸说的 你别在意 不会的 这也太快了吧 我 怎么回事 爸 怎么了 王家开始全面收购我们安氏集团 怎么可能 他王家不比我们强多少 他凭什么 王李两家联手了 怎么可能 他们两家怎么可能联盟 让开让开让开 皇上 王宗 你们这样联合并购 扰乱市场 就不怕被反噬吗 你们刚刚在药品上 投入了大量资金 现在还有能力反击吗 李强啊 你还真是窝囊 将自己的产业都拱手送人 还不是你害他 被加德派卖行提出局 颜面扫地 以后我还怎么的这片混 倒不如病入王家 这样的话 至少我还有报仇血恨的机会 再说 这件事 我爹也是同意的 现在你们安家供应已断 商行估计很快就会上门催债 到时候 估计想留骗瓦七生都难了 爸 真的有这么危机吗 不错啊 不止王李两家 母后肯定还有其他家族出手 安叔 我也不是故意想把事情做绝 你知道 我一直很仰慕你的女儿 只要你肯把安晴嫁给我 我现在立即停止收购 不是王上 老宋 我安成月再不计 也不会卖你求生 李强啊 你他妈算是个人 有本事冲我了 还有你 背地里是个阴城 欺负你的人算什么本事 怎么有狗在叫 你是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笨吗 彭旭啊 你还真是一条好严狗 帮你荣华富贵 哎呀 这王家的狗我可当了 哪能和你 第一天当狗 就吃了那么多巴 满嘴 你 滚 他 冲旭 此事确实与你无关 当下家门不幸 只能改日想要了 冲旭 改天再谢你 今天 你先走吧 怎么办 那身影的说话 我现在应该也身家不分 安晴 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 他到底哪一点能跟我比 告诉我你看上的什么 你也配跟他 不管亏多少 立刻把钱取回来 是啊王总 这次是真的需要救急啊 好 太感谢了 怎么样 我这边几家公司 最多能抽到七钱 剩下的还需要点时间 我这里能击到两万 希望能够穿过这关 哎呀 好了 别再做梦了 为了万无一失 我们两家的投入已经超过了五万 而且手上还有五万的现金 你们安家 这次是在劫难逃 就算你们能成功 安氏集团已经是断壁残缘了 对你们有什么好 毫无利可言嘛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 我们自有用处 还是那句话 只要安晴肯嫁给你 我现在依旧可以收拾 我也还是那句话 实心妄想 彭先生 您要取的这个金额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是整个江城的商户都加起来 也凑不够您卡里的那些钱 如果说您非要取的话 那我就只能把黄金储备给您搬过来 但我们江城的金融系统就瘫痪了呀 你在叫我做事吗 不敢不敢 嗯 彭先生 储备黄金不能给你 可以从其他地方给你掉流动资金 凑多少给多少 万一不够呢 区区王家和李家 哪里是彭先生的对手啊 哇 想好了没有啊 包松 是不是只要我嫁给你 你就能够放过安家 当然 只要你一句话 我现在立刻下令 女人说的话 你怎么敢不听啊 闭嘴 你就不怕我骗你 谁不知道你安大小姐 只要是你说的 我就信 好 我不同意 放心吧 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 我说的 真他妈会装逼 别人多是吧 给我叫人 啊 干什么干什么 别动不动就喊人 能有钱解决的事儿 找你那些歪拐咧草的人来有用吗 彭旭啊彭旭 不是 你这个田狗还真是阴魂不算吗 啊 石像点立马从这儿给我滚出去 不然 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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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家今天已经在街南逃 你别管我赶紧走吧 安大小姐 刚刚的话还没说过 我都知道 放松 今天就算鱼死往痛 我安静 你绝对不会妥协 好 很好 全面收购 等你安家破了产 我要让你跪在我的脚底下 很遗憾 你即将从我的未婚妻 变成我的玩物 闭上你的臭嘴 我问你 是不是有钱就可以侮辱她 是 啊 是 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 怎么可能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这是洗劫了江城八大家族吗 安叔 八大家族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也不关心 站住 我让你走 你还想怎样 原来用钱打人脸这种事 不过如此 这小费呢 就给你了 安氏集团呢 也送给你 小雪 这不妥吧 我们安氏极代人的努力才有了安氏集团的金铁 你不能就这么随便送给别人 安氏 安氏 你以最快的速度 建立新安氏 全面收购 王家和李家 道歉 道歉 你这么帮她 是要开始正式宣战了吗 不是我帮她 而是她帮我们 你出资组建新安氏 安氏一定会上一个大台阶 如果你的眼光只具现在江城的方 那新安氏就完全没有组建的意义 什么意思啊 我要你的新安氏 成为全国最大的医药公司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突然觉得 你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你今天说我是你的女人 是不是你嘴快才说出来的 我这温暗地 先生 您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一层的整体别墅 这别墅多少钱 这个价格很高 恐怕您接受不了 好吧 抛起谁呢 就是钱 我们这个盛兰院别墅区呢 是江城最好的别墅 不好意思啊先生 您好先生 您是来看房子的吗 是啊 明天请 您是想要这一栋吗 我都要 都要 小区里空着 我全都要了 您都要了 房墨 你的脸 比强干的吧 要不 要不 进来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 好 擦这吧 你 请教 别 请教 请教 昨晚我真不是故意的 方墨受伤在家门口 我拉他进去处理一下伤口 只是你进来的时候 他不小心爬在我身上了 请教 请教 你 你好 请问是彭旭彭先生吗 是 我是红建项目的负责人 想跟你聊一下方顶村的问题 之前呢 我们是和李强合作的 但是由于项目的变动 我代表邵丰然先生 想跟你聊一下 方顶村的问题 什么方顶村的问题 就是希望 彭先生能把方顶村的产权 传让给我 没兴趣 别着急拒绝了 我们公司愿意出二十块的转让费 没兴趣 也可以走 三十块 那 彭先生再考虑考虑 我改天再来 邵丰然是谁 你怎么知道 他想强说方顶村 终于还是来了 这邵丰然到底是谁 时机到了 你自然会知道 包子 银子 以后你们跟着彭旭 听到号令 是 我又不需要保镖 很快你就会需要的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你是欺骗也好 勾引也罢 你必须给我完成任务 你父母都在我的手里 如果你不想让他们 有什么闪失的话 你最好乖乖的配合 彭旭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还好吗 彭旭 严严 你别理他 放开我 我也喝醉了 放手 需要你送我回家 放开我 彭旭 彭旭 我今天 花这么多钱 请大家吃饭 你作为班长 也特意教育我们 别碰我 就是啊 许燕 今晚 你就替大家好好照顾了我 我没事 今晚的这顿 我抢了 不仅如此 你们这辈子的聚会 我都买了 我 cláss 不好意思啊 家里没打扫干净 把小气横都撞来了 对不起啊 刚才是我太害怕了 人家好心救你 你在这儿瞎想什么呢 你的头还疼吗 这是我刚煮的醒酒汤 快趁热喝了吧 谢谢你啊 从大学开始 一直就是你照顾我 我是班长嘛 没关系的 总许 对不起 红剑集团的邵总 想见见你 这是哪儿 醒了 在那个土地上 向人家多学习学习 对 小伙子 乖乖地把这个协议签了 箱子里的钱都归你 足够你后半辈子吃香喝辣 一人五块钱 你不要敬酒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周 让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小安总 您看这下个月的财务计划 还需要更改吗 这个计划不行 他不找我 我不找他 这样下去不就黄了吗 那您看需要怎么更改比较好呢 敢什么敢 浪费时间 我找他去 斌子 你说大哥这么长时间不联系我们 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不要应该不至于 我不就是挂了 你说谁挂了呢 哪来的臭娘们 你可找我兄弟 你们两个 在他家大门口鬼鬼祟祟的 干什么呢 程序是我们大哥 失联好几天了 我们担心 过来看看 你误会了啊大姐 你说谁大姐 那也不能叫老妹儿吧 大爷 大宝贝 不对 肯定不对 那个 大 大嫂 大嫂这是 嫂啊 徐哥 你马子来了 没人 人呢 我查一下他的定位 厉害啊 嫂子 你还有这种黑科技啊 这 这 这好像是没什么信号啊 这 这跑到 什么黄角野岭去了 你给我吃什么东西 别说话 这是解药 一个小时之后就能恢复体力了 拉拉 到时候我们一起逃出去 对不起 其实我也不想骗你的 可是他绑架了我的父母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你救了我 爸妈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想再被他们要挟了 我先把你救出去再说 对了 这是你的手机和钱包 我把你拖出来了 放心 我会救你爸妈的 我信号了 大哥上线了 小的门跟我走 哎呀走 走 好 好 我 我 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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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小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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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师傅 去醉心之安点 老朱 加车 快 冯总 这么着急回旋 看来是我们挑戴不抽 没事 咱们打到回府 我一会好好补偿你一下 嫂子 怎么办 放什么的 快救人呐 臭娘们 你会后悔的 彭旭 我们又见面了 你是谁 这根针管里有轻化物 只要我把它注射进你的书液管里 再伪造一份病例 就能让你死于重伤不治 你想怎么样 我要你从安诺齐团车子 我要你从安诺齐团车子 车子可以 你总得让我找个明白吧 你车子安诺的可我来听 只要他们肯答应联姻 多少钱都不是事 我是听明白了 你不就是想要投资优先 那这样能不能爱情吗 我告诉你 这家王朝医院是我家的 你最好别说话诚 对了 你那位小女朋友 可还在ICU里躺着呢 我要怒死她 轻而易举 我答应 算你识相 今晚之前 我要听到撤司的消息 王苏 你怎么在这 怎么 看到我很惊喜啊 你给我滚开 不错嘛 伸手有进步 可惜比我还差一点 一会儿记得来办手续 恶心死了 姐姐 别怕 我不会让她再欺负你了 算了 我才不要跟那个小人一般计较 你已经帮了我忙 要不是你 我肯定要嫁给那个人了 对了 我刚才给你买的饭 撒了 我重新给你买一份吧 去吧 安琴 安琴 脸上这么憔悴 怎么漂漂亮亮的嫁给我 安琴 安琴 你躲起来就好了拖着我干嘛 你躲起来就好了拖着我干嘛 闭嘴安琴 闭嘴 要不然出去赶走她吧 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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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誰 安琴 是我 要不是许焉 我早就废了他 放心 我来解决 兄弟 只要你把钱借给我 我儿子就是安承岳的女婿了 臭小子 非得要去安晴 你让我去哪里给你筹钱呢 你这家医院多少钱 我买吧 你说什么胡话 你可知道 我们王朝医院 可是江城市最好的私立医院 十块钱就想买我们医院 你可知道 我们医院一天的利润是多少吗 那如果后面再加个万呢 怎么样 卖不卖 现在要吗 对 现在就签合同 我立刻打购 好 成交 我是你们的新院长 老王跟你们说过了吗 我是安保科长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和我说 我要一个小时前 呼吸病房 和护士站的监控录像 这王上刚刚来过 已经全删了 没事 给我就好 儿子 有钱了 我给你搞到了十个W 这回不光联姻 还要让他们安诺集团 给你一点股份 喂 八子 给我找一个数据恢复的专家 对 尽快 你带几个保安 去ICU 守着一个叫许愿的病人 好 彭旋 我说 彭旋不可能撤资的 怕什么 我说了 我会偷 只要你乖乖的 想要多少都可以 我不要你的臭钱 好啊 那就等你安诺集团破了产 到时候你流浪街头 我再帮你捡回去 不过 王太太的位置 你就别想了 你只能做我的 小宠物 你放开他 我不会撤资的 彭旋 彭旋 你这样 我可要教你做人了 保安 保安 嫌我打得太轻吗 还敢叫保安 给我打 你发什么疯啊 你看清楚我是谁 院长 你没事吧 你发什么疯啊 老子才是副院长 别让 跟你说了 这家医院 已经跟你没关系 以后不归那宽 小苏 你要干什么 爸 这究竟怎么回事 怎么他成院长了 我把医院 卖给他了呀 什么 你不是用钱吗 他给的价很不错 所以我就把医院卖给他们 再说了 有了这笔钱 你就能安安稳稳的去到安晴 将来接管安诺基团 有着医院干啥呀 你究竟是什么人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无名小卒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没听说过 是你咕噜我闻了 好 你厉害 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小苏 鬼鬼随随着 在干什么 操 给我看清楚我是谁 滚开 妈的 不过是老子以前养的一条狗 也配跟我动手 院长 血液谋杀 你好大的胆子 滕先生 求求你 撤啊 我把钱都退给你 还不行吗 现在才知道错 晚了 这笔钱你留着养老去 彭先生 给一次机会吧 给一次机会吧 彭先生 别动 你吸入了大量毒气 现在还很虚弱 可是我的父母 还在手符然手里 放心吧 我直接去酒 阿絮 我和你一起去 你留在这儿照顾阿燕吧 外面交给我 现在这间医院是我的 总比外面安全 那你小心点 包子 给我找起个能打的兄弟 这就是我们江城最顶级的地下杀手组织 浪前门 这不就是临门主 这不错 彭旭 听说你要去邵峰然手里拿人 是啊 临门主 我这不特地来找你些点人吗 处理掉 弄干净点 对对对 临门主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浪剑门和红剑集团合作十几年 每年预算过把 你觉得呢 临门主 这格局小了点 这做生意码 加高整 对不对 临门主 我这次要救两个人 一人一千多呢 为了你这一锤子买卖 要得罪长期大客户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病啊 动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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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门主 我也可以现年约 一年一千五 可以 十年起签 一万五 我可以先付款 说吧 什么条件 敬业协议 浪剑门未来十年 不得与红剑集团合作 成交 这 怎么说啊 我早就不想与红剑集团合作 你这钱给的 有点早 大哥 你也太能少了 多少钱已经不中你这样早 他也别说了 想想想怎么救人吧 你们要从邵峰然手里拿人 他肯定把人关在家里 他家的AI智能系统 一般人进不去 那怎么办 牺牲下色相了 这 这治不好吧 我那一表人才 正人君子呢 哪能让临门主 干这种事 这他妈就是你搞的女装 你们找谁啊 你们找谁啊 你去把监控碰一下 许哥 接控搞定了 我可怎么红了 坏了 系统测试一程 12次交验了 开门 开门 听着吗 听着吗 有事吗 老王 你疯了 上班时间乱搞 好 许哥 搞定了 好 走 后厨的 扫一下 验证通过 见吧 你是亲来了吧 你长得很像 老爷讨厌的那个人 叫鹏 想不起来了 总之 你不要在老爷面前晃 免得他看你触眉头 多谢大哥提醒 十五年前的合照 你还留着呢 我一直在等着你若蝇 大哥 你给那娘们那么多钱 这活还得自己干 合理吗 糟了 自己看 差点啊 怎么办 等着 等着 你好久没来了 一见面就送你一份大礼 喜欢吗 当然 想什么呢 我说的是彭旭 徐哥 你会算命啊 是黎门处在里面破解的 原来你们在玩 比英外合 走吧 徐哥 咱是不是走错地了 这像是个书房 我靠 被你小男人给骗了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包装 我 我 别 不要 我 我 若蝇 欢迎回来 老爷 不好了 二号街的人跑了 什么 怎么可能 我的防护系统明明是牢不可破 一号和三号的人呢 他俩还在 妈的 居然跟我玩调虎离山 若蝇 若 若蝇 撒 是不是你干他 没错 许颜现在应该已经和他父母团聚了 邵丰然家里有三个暗牢 不知道许颜父母被关在哪一间 那就一个一个找呗 他家的AI系统 太智能 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不停变化 如果硬要闯的话 成功几率太低 只有三分之一 太冒险了 那怎么办 你去自投罗网呗 排另外两个站 不就顺理成章能找到他了 好 行啊 我用你换他呢 也值 本想留着你这条狗命 现在 看来没必要 留着是个麻烦 把他做掉 干净点 是 完事了 你 拿着这些钱 足够你后半辈子了 阿絮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是不是豹子跟你说什么了 他们都跟我说了 我都吓死了 你真的把阿絮的爸妈都救出来了 真厉害 清清 接下来还有更刺激的 想不想一起玩 啊 我玩什么呀 王经理 你们的霸王条款太多了吧 程总 你糊涂了吧 我们洪建愿意花五十万 买你这块地 还有比这更公道的价格吗 可是你们要分期二十年 还要打包其他合作项目的折扣 程总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要不是我们洪建 想在城南开发度假村 就你这 尿不拉屎的破地方 还有没有人要 既然程总不同意 没关系 那就算了 我同意 这就对了嘛 来 我不同意 程总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安诺集团 新上任的总经理 彭旭 程总 我来拿城南那块地 那块地 已经答应卖个红件了 这么少还没签字 我警告你 我们已经谈好了 你给我滚出去 程总 红件出五十万 我们家五万 如何 安总 你们安诺不是专注于医疗产业吗 怎么 要开始搞房地产了 这不是我们新副总志向远大 要开发新业务吗 程总有什么疑虑 尽管说 我自然是喜欢各路朋友公平进家的 只是 好说 那就 再将乱 六十万 够诚意了吧 也是要付县介意 程总觉得OK的话 签合同呢 好 彭总是个爽快人 那今天这事就这么定了 李秘书 去 准备一份合同过来 好 程总 他可是我们红件黑名干事 你确定要为了他跟我们红件毁约吗 我还没签呢 毁什么约 再说 你们出价低 仗气场 霸王条款还多 谁会想跟你们签约啊 你 保安 快 把他给我弄出去 好 到 王经理 不好意思啊 这块地没擦在我手里 让你失望了 冯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王经理 给邵总带个话 说这只是个开胃才 后面还有大残 好了 总算有人知道了 彭总 你是不知道 这些年 红件把我们这些小企业 押得有多难受 你可就是江城之光啊 清清 把这个文件交给宣传部 最好再花点钱 大肆宣传一下 哦 好 什么 你要在新买的绿地上 开画粪工厂 你要在新买的绿地上 开画粪工厂 对 南方度假村 是红件集团 未来五年的重点项目 搅黄了它 就算不死 也得伤筋动骨 哦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新买的这块地 挨着度假村的悬址 这画粪厂又脏又臭 是不是我影响它的固执 聪明 最好 在这几天把消息大张旗鼓放出去 再上个同城热搜 遵命 少总 你这个废物 我让你拿钱去买地 这件小事都给我搞砸了 现在彭旭已经放话 要在度假村旁边盖画粪池 投资方全部撤资 你说怎么办 这 这 这 承诺 稳当点 我都让你气死了 本来度假村 规划的是这片土地 现在东南边的地被它占了 我只能在这里建一个绿化带 来隔绝这个污染 哎 少总高见啊 不过这样的话 这度假村是不是小了点 你也知道小了点 城南那块地被它拿走了 我只能往西南扩张一点 这块地 是顺心地产的 给我搞定 哈 我 我先计划一下 这个 我怎么 怎么 计划个屁 赶快去啊 好 我这就去 我告诉你 你要搞定不了 小心你的脑袋 真是个险命中 这么便宜 你都这阵子忙完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受大的高牌 你这么盯着我看看什么 你还真打算跟红剑集团硬钢啊 有多少钱经得住你这么少的 别怕 姐姐 我已经算过了 虽然总资产 我是比不过他 但是啊 好在我手里的钱都是活期啊 现在整个江城 论现金里我没人比得过 你知道就好 赵总 赵总 哎呀 终于找到您了 嘿嘿嘿 你来做什么 明明知道我有饭局 嘿 赵总 有个集单要跟您签一下 哎 价格好说啊 就是你们顺兴地产 西南角的那块地 黄经理 你怎么过来了 张总 黄总 你们 去餐啊 那个 我找赵总有点急事 就十分钟 十分钟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不晚不晚 是我们来早了 您坐 二位坐啊 彭虚 你还不会又来跟我抢地吧 嘿 这么巧 行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哈 我们红健成心 想要你西南角那块地 看到没有 支票我都带来了 八十万 够成衣了没有 你不会还等着他给你出价吧 别天真了 他昨天刚买了正南边那块地 我就不信他现在手里还有钱 我说你真是怎么回事 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在这儿巴巴巴什么东西呢 没看没人理你嘛 有你说话的份 给我闭嘴 黄经理 今天这块地 看来跟你没关系 赵总 整整一百万陷阱 一百万 你他妈疯了 彭总啊 这人爽快 合作愉快 你 你们 欲助彭总 划分大义 大神拳脚 你看 现在整个东面的路 已经被完全堵死了 如果他们想扩张的话 只能往其他地方去 那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把西边这块地 也买了 你不会谁围着度假村 建一圈儿划分场吗 呦 聪明 一点就疼 你没事吧 喂 邵总 我要辞职 这活我没法干了 老朱 王经理 王经理 你自己 你自己的伤害 你这样 王经理 你现在可以理解我 有多苦了吗 谁说不是 他们是最有应得 你不会心软了吧 我只是在感慨 如果李强在就好 能凑一桌斗地主 阿絮 这么晚还在加班啊 冯沫 你来找我干嘛 有事吗 没事 就不能来找你了 我给你点了夜宵 你的夜宵 你喝酒了 喝杯茶 清清酒吧 你怎么还记得 我最爱吃的烤面鸡 那当然了 威拉 多加自然 我当然记得了 赶快喝吧 方木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么晚共处一事不合适 你赶快走吧 横絮 你喝多了吧 我当然要留下来 照顾你啊 我有点不舒服 赶快坐下来 我去洗手间 我 我 晴晴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我在公司 喝多了吧 我说让你早点回家 偏要来加班 喝多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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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晴晴 晴晴 昨晚喝多了 怎么是你 阿絮 昨天晚上 你太热情了 可把人家折腾坏了 昨晚 我们 那不然呢 你这个混蛋 心里还想着别人呢 我 阿絮你去哪啊 我 老子 帮我找一个能鉴定成分的机构 我可能被吓咬了 阿絮 今天早上 怎么丢下人家跑了 你走开 我还要工作 怎么 你自己做过的事 不想负责啊 你想干什么 你要当渣男啊 那我就要全公司都知道 你昨晚干了什么好事 怎么样 你这个疯彩 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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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看到 走开 徐哥 检测报告出来了 这水确实有问题 他现在像个膏药一样贴住我 晴晴也被气泡了 要不 我正常把他给做了 你想什么呢 动不动出点事就杀人 我和尚凤然有什么区别 彭总 有个突发事件 又怎么了 说说说说 红剑集团原定 今天下午的招商大会取消了 这么突然 是的 他们公司内网刚通知的 估计一会儿新闻稿就下来了 那我好夜做的这个抢 抢客户方案不是白费了 彭总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没事 有钱还怕花不出去不成 包子 跟我走一趟 好 你们这一个个都是废物 硬大袋事情都给我解决不了 我养你们这群饭桶干嘛 邵总 招商会突然间取消 大家都有点措受不及啊 你是不是傻啊 那彭去盯的就是招商会 我及时使消 就是不想让他过来砸场子 可是 这杜家村已经开工了 这时不招商 资金链肯定要断的呀 难道我不知道资金链支撑不住吗 我让你们过来是想办法的 你去飞 因为我花饭场那个事 我们的风险平级变高了 我跑了好几天了 没有一家银行愿意放贷款 我让你们过来是想办法 不是让你们过来诉苦的 滚 滚 滚 都给我滚 少佐 您的衣服 别生气 别生气 滚 滚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赶快给我搞几百块钱吧 你还真敢开口 五年前我求你帮忙的时候 你当时那副恶心的嘴脸 我到现在还记忧心 老吴啊 这怎么能怪我呢 你这高利贷买卖是违法的 我都转做正当生意多少年了 还怎么方便再和你有牵扯呢 那你现在又方便 跟我有牵扯了吗 少那么多废话行不行 我是找你开单的 道上的规矩我懂 利息好说 赶快拿钱 做不了 谁给你的胆子 敢这么拒绝我 我 少总啊 这些混得不错嘛 都要靠借高利贷来维持生活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也知道 借高利贷是违法的 我来拯救这些失足青年呢 少总 刚才忘了跟你说了 我们已经被彭总收购 未来我们会转型为 合规合法的投资担保公司 他给了你多少钱 就因为这区区几百块钱 跟我反目 老少 你 我若英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要不是这些年 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我会跟你翻脸吧 我是不是为了钱 你心里清楚 你给我少来这一套 少总 你不会真以为我最近运气 是因为上天倦骨 你就只是运气好棒 不是我运气好 是你得罪的人太多 龙絮 就不相信你的钱花不完 看这样子 你一定要和我作对 那好啊 走着瞧 你不别后悔 少总 一路走好啊 合作愉快 那就感谢彭总 带我们洗手上岸 以后 我就跟你干了 喂 什么事 彭总 我都出去了 同志 你这干嘛 有人举报你们制造违禁药品 所有资料我们检查区都要带走调查 请你配合 违禁品 安叔 同志 安叔 小薛 别怕 等监察局的同志调查清楚后 会还我清白的 你照顾好公司 照顾好小晴 放心吧 安叔 你自己保重 爸 照顾好小晴 晴晴 所有部门主管 过来开会 通知所有部门主管 来会议室开会 晴晴 这会议 我也应该去吧 不必了 这制药方面 本来也不是彭总负责的项目 阿絮 怎么了 你干什么呀 我还要上班呢 找你啊 晴晴还在公司 我小脸上 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猜一猜嘛 不说算 阿絮 我 怀孕了 你要等爸爸了 开心吗 打掉 你说什么 我说 打掉 阿絮 我知道 我过去做了很多测试 可是我们也有很多开心的回忆 不是吗 那碗是你下药 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 你都知道了 你当我是傻子吗 阿絮 我知道 我只是想回到过去那样 回不去了 父母 可孩子是无辜的 阿絮 你娶我吧 我们把孩子生下来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你觉得可能吗 一个妈妈 差点杀了孩子的爸爸 你让他出生怎么想 你要是还有点留心 打掉 你解释解释吧 投诉我们的人 已经查出来了 提供了公司很多机密的信息 风空部的同事已经查到 有很多内部信息 是从你的电脑上下载的 不是我 同学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你 看来 我对你的印象 全都是假象 青江 真的不是我 回想起来 你确实很可疑 不是吗 你的身份 是贫困村里的孤儿 却身家百万 还都是现金 洪旭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青江 你要相信我 什么意思 彭总 我问你 最近有没有人进过我的办公室 我看见方小姐来过 方小姐 方默 你怎么能让她进我的办公室 她说她是你女朋友 没人敢拦着 无所八道 她说你就信 可是 我看见过你母娘 我 那还能不是吗 青江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 不是你想的那样 怎么了 我已经 让她觉得恶心了吗 安总 安总 大120 怎么了 好了 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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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她怎么样了 你这算是运气好 没出什么事 下回你可得注意点 你这再来一次 搞不好孩子都摔霉了 孩子 什么意思 她怀孕了 你不知道吗 我 怀孕了 你是不是她老公啊 你这老公当的 也太不称职了吧 行 对不起啊 对不起什么 你 知不知道 你还原了 没事 有我在呢 你不要怕 我 怀孕了 你要当爸爸了 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喂 孔哥 这么晚了还在加班 加刘 账有点问题 明天一早要去睡我了 你能不能过来看一下 好的 我现在过来 那天晚上 我接到财务总监给我打的电话 就去加班了 你难道什么都不记得了 喝点酒能醉成这样 其实我记得 但是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床上躺的是方默 我以为你是做梦出现的 方默 他怎么会在那儿 不知道 你可得好好查一查 阿絮 你怎么 走路都没有声音呢 你在看什么 我在等你啊 你的电脑趁无聊 连个游戏都没有 走吧 去哪儿 你不是怀孕了吗 我带你去做个产检 阿絮 你同意留下他了吗 孩子在你肚子里 要不要留你自己说了算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 你肯定舍不得 走吧 有什么事吗 医生 他真怀孕了 对啊 那麻烦你 再帮我加一项妻子报告 不用告诉他 放心 我这里有院长亲子 出了什么事 你们院长会负责的 你认识我们彭院长 彭院长我都没见过呢 只听说他人不错 行吧 一会儿抽血的时候 我把亲子鉴定加进去 麻烦了 阿絮 大夫说 我们的孩子很健康 我们 赶快结婚吧 过段时间 肚子大了 就不好看了 你 我是不会去你的 如果你真舍不得 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彭旭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真的不愿意娶我吗 不去 彭总 彭总 你总算回来了 出事了 怎么了 刚刚仓库查出了违禁药 查监控 监控坏了 安总呢 在那边开会呢 大家都知道 最近公司出了很多问题 清香 阿絮 我在开会 你来干嘛 跟我去趟心果去 爸 安叔 这药是你做的吗 不是 生产这种违禁药 后果有多严重 不用我说了吧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爸都说了 不是他做的 他是公司一把手 不是他 难道见鬼了 不是还在查吗 彭旭 你发什么疯 我爸被关在这里 好几天了 吃不好睡不好 你一来就这种态度 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到 公司股价了 我不会任由它发酵下去 我会召开股东大会 商量罢明你的职务 好你个彭旭 我好心让你进公司 你竟然在这种时候 落井下石 算我看错了你 哼 证人家属 探视时间到了 居然还没改密码 彭旭 你个混蛋 这是我安家的公司 你给我滚出去 我现在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我有责任照顾好 全体员工的利益 我爸这是瞎了眼 才会给你股份 老孔啊 事情远比你我想象的要简单 腾旭这小子 已经跟安家人闹翻了 罢免安成月的通稿都写好了 这确实有些意外 我就知道那姓彭的 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了钱之后忘恩负义 他们现在的心思 放在了茶围禁药上 我明天再加把火 你就可以动手了 那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那一口 好 就等邵总这句话了 黄总 黄总 不好了 他定是我怀孕了 就让我把孩子打掉 我舍不得 你就是我第一个孩子 他就打我 凭什么这种人身居高位 挣大钱 请大家提示 安诺集团的一切产品 他已经直播半个小时了 刚才骂得可难听了 得 已经上热搜了 黄总 这下你出名了 黄总 你去哪儿啊 进去聊聊 说吧 什么条件 我没有条件 我只是想给我们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家儿 别绕弯子了 直接说 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离人指使 腾讯 你没有信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难道连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你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就不信 你骗我 你什么时候做的 上次做产检的时候 黄总 你骗我 方默 对付你这种人 我能不失点手段 怀孕还瞎折腾伤 我不是说了吗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让你们母子俩安稳度过一伤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你到现在都不肯说吗 不是你个混蛋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黄沫 恭喜你 怀孕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不是一直要我帮你 回到彭旭的身边吗 我在履行我的承诺呀 我这样 还怎么回去 不用担心 我会安排你和他过夜 这样子 你就可以用这孩子拴住他 这大礼婆 你乖乖的听话 要不然 我吉他手下 也都想和你生孩子 他都那样对你了 你还帮着他来陷害我 彭旭 你早就知道那晚不是我 你就是想看我出场对不对 黄沫 你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在拖延时间是不是 彭旭 你根本想不到吧 我只是个烟雾弹而已 少风燃的人应该已经得手了 阿牧 阿牧 你现在还有机会回头的 别再执迷不悟了 王旭 我给过你机会了 如果你当初答应娶我 我就会把肚子里这个孽种给拿掉 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安安稳稳地过了这后半生 可是你拒绝了 对不起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现在我心里已经有病了 是那个安晴对不对 少风燃的人应该已经得手了 你就和他一起下地狱 做一顿苦命歌要吗 少风燃安排在安诺集团的商业间谍 已经被逮捕了 怎么会这样 回去 我在开会 你来干嘛 跟我去一趟监管局 怎么走了 不知道啊 你干嘛 你把我手臂拽疼了 对不起 谢谢 我怀疑公司有少风燃的间谍 所以故意演戏给他们看 间谍 你想想 这几天公司出这么多事 方默他一个人 完全做不到 所以 你的意思是觉得 公司里有人在配合他 那怎么办 事情没那么简单 造谣诬陷 毕竟能查清楚 他没必要布这么大一局 我问你 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 公司有十二种创新药 那些配方 是公司最值钱的资产了 如果这些药的成分泄露会怎么样 那这市面上 就会容易出现低价促销药 那我们十几年的心血 不就打水漂了 你说得对 走 安淑 这药是你做的吗 不是 不是还在查吗 鸿絮 你什么态度 鸿絮 我在开会 你来干嘛 跟我去趟见过去 鸿絮 你个混蛋 这是我安家的红丝 你给我滚出去 把这只瞎了一眼 才会给你股份 你个闹不正经的 为夫就是料事如神 即将化解一场危机 老婆大人 要不 假礼假礼我 没事 您该走了 我们呢 就将计就计 明天你把安保部的人 全部调到仓库和厂区 用来迷惑少风燃 再让浪见门的人 去盯着研发部 那你呢 我怕方默明天搞事情 我去围着他 少风燃 烈我 你也烈我 小莫 你走到今天这一步 这都是你的选择 不是吗 是啊 全都是我咎由自去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回不去了 小莫 别冲动 相信我 我对你说过的 我会保护你和孩子 后半社 平安复所的 阿絮 你是个好人 能不能拜托你 照顾好我父母 你什么意思 你别冲动 你别过来 把他放下 我不让他 不会放过我的 别冲动小莫 你想想你的父母 还有你的梦想 你才23岁 还有很多美好的事 把他放下 我们重新来过 阿絮 对不起 小莫 小莫 他已经把文件 拷到手机上 发出去 林姐辛苦了 没关系 那份文件 是假的 什么 你们竟然早有准备 孔哥 你来安诺 快要十年了吧 我还真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是 邵芳然的内应 什么邵 邵芳然 我可没有说他 好好好 不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还有一个手机 给我搜 还真是条 忠心耿耿的好狗 这时候 还想着报信呢 是个杀不可辱 你们杀了我吗 你可是重要证明 死不得 林姐 她就交给你了 今天的事 务必保密 OK 没问题 谁让我带回去关起 对外宣布 就说 冯总外出休假了 好的小莫总 阿絮 方默怎么样了 你说 我是不是变得和爽凤然一样了 阿絮 你不要这样想 不是你的错 彭旭 跟我一样不好吗 啊 方小姐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别人 特地来探望一下 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 我不要你的花 彭旭 当我听说 方小姐上网揭发你的时候 我真的很担心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你杀了她 真相总会打败 是吗 大家都听好了啊 就是这个人 欺骗女人的感情 逼人打胎 虐杀至死 像你这种禽兽 还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邵凤然 事实是怎么样的 你比谁都清楚 哦 你就等着 再上一次热搜吧 好吧 喂 什么 怎么会有人可恨到这种地位 要紧快办到她 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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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慌什么慌啊 说 邵总 我们给私药厂那批药品成分有问题 他们实验的时候爆炸了 引来了治安局和监察局 给他们一股端了 废 成分都看不出来 还监察个屁啊 这下跟地下黑市的梁子结大了 这会儿 他们堵在公司门口闹市呢 赶快拿钱打发走人 邵总 咱们账面上 已经没有可用资金了 用我自己的钱 好的 邵总 等一下 赵汉宇公关检测一下舆情 如果要是有什么负面舆论 就处理掉 去 金总 猫妹来访的 是想和贵公司谈个合作 庞总 我大概呢 能猜出你的来意 但是 恕我直言 恐怕 我们之间是 合作不了 你和红剑集团 我知道有长期合约 我约金多少 我出 庞总 我们能发展成 江城 Top1的公关公司 靠的就是 诚信集 如果收了钱 就背叛合作伙伴 那我们以后 还怎么在业内混呢 我查过您的背景 我相信您 当初在渔城 创业的初心 和梦想 绝对不是为了 这黑心情 但这些年 你帮着邵峰然 擦屁股的时候 做了多少块钱事 鹏宝 你要是来找茬的 那就请回吧 金总 邵峰然抹黑我的词 你比谁都清楚 而我的人品 你也知道 和我合作 挣我的钱 不好吗 你开的条件哪 你和红剑的 违约金五出 但实话是说 我之后用钱的地方也很 可能给不了 比红剑更高的报酬 那我背着违约的 名誉损失 我图什么 邵峰然 很快就会身败为例 到时候违约 不仅不会成为你们的污 反而会成为三观正的优点 而且我向您保证 我们之间的合作 绝对不会违背 公序良俗的准备 和我一起 见证将冲 变成更美好的世界 好吗 好 那我就相信你 希望你们会让我失望 合作愉快 喂 我马上就到公司了 你干什么一个电话 接着一个电话 什么 汉语公关要解约 干什么 不行 什么 解约费已经付了 这帮废 一群废物 邵总 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别动气 看看 现在不行了 昂逊 你这个 你这个 好好好 我这个大好人 现在送你去医院 好 请假 怎么才来啊 路上 碰见少风染了 应该没什么事吧 他被气得半身不随 躺在大街上 我给他送医院去了 报应啊 金总 安排得怎么样 汤总 亲子鉴定 已经通过大咖 散不出去了 现在 舆论局势有所扭转 但大家怀疑的情绪 还是比较高 接下来 商业间谍 谋杀未遂 绑架员工父母的料 会一波一波地放出去 保证垂死 少风染 好 这专业人士 办事就是同当 不过 还有件事 方默虽然已自杀起案了 但很多人觉得 是你逼迫的 毕竟当时只有你们两个人 在线上 这事不太好洗牌啊 其实 我有当时的路易 那还等啥 哪来啊 我怕放出去对他名声不好 毕竟少风染当初 对他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 其实 他也挺可怜的 没事 给我吧 我们可以剪辑 在保护好当事人名誉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还原事实的真相 好 这样太好了 季总 彭总 你确实和少风染不一样 当初啊 为了你跟红剑解约 实话说我有赌的成分 不过今天我确信 我赌对了 这少风染 在江城作为作福这么多年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能够打败他 对 彭总 这是什么 徐燕记过来的 说是在红剑做财务的时候 接触到不少内部信息 现在或许能派上用场 这是红剑集团 在建小区中 豆腐扎工程的重要证据 好 太好了 光打舆论战有什么用 必须给他们来一点 真惨实料的 少总 看来恢复得不错 你来干什么 听说你的新楼盘开发了 我来恭喜一下 黄鼠狼给几百年 你就没安好心 少总 不好了 外面有消息说 咱们楼盘都是豆腐扎工程 你想和我全跑了 还有那些交了定金的 正在少楼部门口闹事呢 赶快去报 知安局 把那些造谣的都给我抓起来 少总 爆料全是真的 还有内部消息和机密消息 您去年开会的时候说过 要不惜一切代价 控制成本的录音 去年开会 少总 生病就多吃点黄桃罐呢 吃点甜的 呸我 杭旭 是不是你搞的鬼 少总 你这可就国家旅东斌了 要不是我帮你把客户挡回去 那只不定闹出什么事 将来你的豆腐楼塌了 得死多少人 十八层地狱都不够你下的 这事 你还真的感谢我 狐狸院 你请我吃饭 少总 你需要消息 你还生着病呢 别激动 爸 别激动 把他 把他给我 你还出去 把他给我撵出去 别别别 行了 我就先回去了 好好休息 来了 多吃点黄桃罐头 爸 完全调查清楚了 您就是被诬陷的 这几个月辛苦了 我们来接您回家 你叫我什么 爸 我们 结婚了 爸 我们领证了 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 也不跟我商量 出了点小意外 就只能先斩后奏了 你小子 是不是欺负我家小晴了 爸 我哪敢啊 再说 我也打不过他 也是啊 他不欺负你就不错了 等忙完这段时间 我一定会不给你的情情 最盛大的婚礼 好啊 我要登外公了 爸 还有个好消息 还有什么好事 爸 这几个月你被关在这里 外面的世界都天翻地覆了 洪坚的股价连续暴定 已经面临退市的危机 我正在逐步收购他们的股份 包括他们董事会的股东 我也在接受 爸 阿絮把红件买下来 给你做分公司 好不好 好 好啊 真是我的好女婿 你们不能进去 对不起彭总 监察局的同志找你 彭旭同志 你涉嫌操纵股价 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监察官同志 我们绝对没有违法 你放心 如果是误会 我们会送你回来的 监察官同志 这 静静 没事 我跟他们走一趟 你跟爸 留在这照顾好 我快回来 那你小心点 走吧 慢慢吃吧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钱要是花完了 可以让家里送 你什么意思 你得罪的那位爷 上边有人 就算你没有犯事 也可以一直拖着不查 让你好似的一个拘留室 爸 阿絮打电话来说 让我们去交罚款 也好 这样拖下去总不是办法 先把人赎出来 你去安排吧 好 姐姐 这阵子幸福你了 你回来就好 这次花了多少钱 打电关系 加罚款 花了差不多一千五 那我们扎上的现金流 基本也就没了 收购红剑 就差里面一脚了 少风人 这个老狐狸 喂 喂 小鹏啊 我是老少啊 听说你出来了 对间隔三零二包厢 来 早哥给你接风起沉 清清 你先回公司 我出去 鹏兄弟 来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坐坐坐 随便点 今天哥哥 坐东 哨子 好手段 我毕竟在江城 混了三十多年 小小人脉罢了 不过 哥哥也是一时糊涂 之前 做了有些对不起你的事情 今天能不能借此机会 原谅我 和解一下 好不好 你觉得 我会跟你和解吗 现在一句轻飘飘的道歉 就想结束了吗 那你要怎么样呢 这样吧 我就打开天窗 说亮话吧 我查过你的资产了 你没有多少钱了 如果接下来 还和我斗的话 我少某人 卖房子 卖公司 倾家荡产的奉陪到底 你要知道 想扳倒我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么下去 咱们只能与死网破 两败俱伤 何苦呢兄弟 安诺集团可是你老丈人 一生的心血 你就这样子糟蹋 毁在你的手里 来 俗话说得好 使食物者为俊极 斗 一起死 合作 打家营 你觉得我会和你同流合物吗 龙旭 你的钱 我知道是哪儿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和我是同一类人 是血的狼啊 龙旭 这个世界不是第一次贬值了 如果我们合作 研究出贬值规律 永远掌控全世界的钱跟财富 到时候把人们都踩在脚底下 你果然是 我有钱了之后 我只希望我受过的 后人不必再受 而你竟然想霸凌全世界 我真不理解你内心这么扭曲的吗 你和我一样都是孤儿 吃过多少苦 受过多少累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对你公平吗 你能不能不要天真了 以德报怨会有好下场吗 这个世界把你从贫穷孤儿 变成了一方首富 你还嫌他不公平 我 算了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 休战吧 就此结束 好啊 至于以后的话 够平本是吧 别急呀 打得正热闹 休什么战呢 这是什么 战资 你付的十年合作费 在我手上还没误热 又给你拿回来 林若英 你 真是没想到 今天你会来 当初我差点死在你手里 现在雪中送炭的 居然是你 加油 好 彭总 我没什么钱 但是 也愿意助你一笔之力 多谢 彭旭 你不要那么天真 他们两个 跟我在孤儿院 相依为命十几年了 为了这点钱 他们背叛了我 出卖了我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 去背叛你的 没错 彭旭 如果有一天 你像他那样 我也会背叛你 不会 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我先来的 我先来的 我们的利息 我们的利息低 陈行长 王行长 我不止一次登门的 求你们给我放款 现在倒好 你们两个主动上门来给他送钱 真是见风使舵的小人呢 少丰然 你还不明白吗 打败你的不是我的钱 而是你的人品 江城知名地产企业 红建集团 今日完成了并购重组程序 更名为续日集团 安诺集团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红建集团前董事长 邵丰然 爆出多重丑闻 日前被带走调查 据法律专家推测 恕罪并罚后 他将面临832年刑期 这基本意味着 他此生不可能再走出监狱 干杯 安诺集团副总裁 彭旭出任旭日集团董事长 旭日集团为全城135家福利院 共捐款1800元 大大改善了 我成孤儿的生活质量 其新捐建的福利院 若英幸福之家 前日落成 据悉 该福利院 是以旭日集团首席安防官 林若英的名字命名的 旭日集团旗下时装品牌 璀璨时尚 更名为小魔方 该品牌曾因严苛的员工等级 潜规则闻名 集团董事长彭旭表示 将严查此事 彻底杜绝职场霸凌 至此 红剑集团已经完成了 由名称到企业文化的一系列改变 民间好评如潮 想什么呢 你知道吗 清清 其实方默以前 是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 小哥哥 小哥哥 买一朵花给姐姐吧 阿絮 不用了 谢谢了 买一朵吧 别乱花钱 他学的是圣经 成绩非常好 达思那年 他争取到了去璀璨市场实习的机会 那时候我是真体的开心 谁知道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不过你这一身地摊货 试了也没什么吧 质量可真够差 那轻轻一碰就来 黑尘阿的脑子是进水了吗 居然招你这种人进璀璨 他去了璀璨之后 就一天比一天笑着 直到最后我才知道 仅仅是因为 穿不起名牌 就被同事嘲笑排泄 最后他变了 变得 对金钱有了一种 几乎变态的欲望 我想帮他 可那时候 他已经不愿意离我了 现在红剑没了 璀璨也改成小莫方了 我想他在天上 也会很欣慰的 清清 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 等办完后 我们就去马尔代夫度假吧 大家安静一下 有请我们旭日集团的 董事长 彭总讲话 各位乡亲们 我自小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 就像是我的父母一样 客套话我也就不说了 咱们村的稀有金属矿 我要开发了 可能要征收 咱们村里的地 但是 每家我会补偿 一块钱 之前红剑集团的邵总 才给一毛钱 这些真真涨了十倍啊 除此之外呢 咱们的矿开发以后 每年我会拿出 百分之二十的收益 分给大家 咱们在座的所有人 都是股东 喂 姐姐 什么 姐姐 青春 青春 别说了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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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 我给你喊救护车 不要浪费时间了 来不及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想明白了 如果想要开启 下一轮贬值 上一轮的神豪 就得付出 它最珍贵的东西 你觉醒的时候 正好是 如荫和我提出分手 她是不会离开你的 所以我就杀了她 你手机 把手机给我 你是不是傻 手机给我 你有病吧 我刚从里边出来 我哪来的手机啊 你是不是有病了 再看 新的一轮贬值世界 却醒的人 也不可能是你 你说啊 如果我要赶在 下一任神豪 发现这个贬值真相之前 我把钱骗过来 那不就好了吗 我得抓紧时间 找下一任神豪去咯 阿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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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 阿絮 你 一定要 好 好 姐姐你接住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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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